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是大宗 那好像總經理長期以來 就對於我們的這個 菇類的品質推廣就非常用力 我十幾年前就陪他們 一起到新加坡去開放過市場過 那這幾年來 他就把我們整個從產地開始 入庫 一直到我們的包裝 一直到我們的輸出 這整個的過程中 現在整個整個冷鏈的系統 做的我想可能是各個 這個產業裡面的最好的一個活潤 那是可以說 從我們產地一直到餐桌上面 都有非常完整的 那我們的鄉親吃了安心 衛生然後又健康 來 給我一聲鼓給我們 黃總 黃總 謝謝一下 那今天要讓大家來看一看 大家要更加有心 你就知道要吃張號的菇 那我們呢 這個大國際市場 單單的菇有一點點比較單 所以我們黃總很用心的 就解了我們彰化優先 相關的一個品牌 那包括我們的福德 來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夕陽情 以及我們很多的髮辣 把彰化自己的特色的東西 不斷的把好的東西 也不斷的把行銷出去 那最主要我們要 這個自立於在外銷的部分 就是希望說大家 把我們的池不斷的提升 那我們會找到更多的這個消費客群 來讓大家有一個這個 出處完美的品牌 那很高興 雖然疫情的關係 但是呢 池還是不受影響 那可以說這黃總會奠利一個很好的基礎 今年 去年一整年才一百七百多萬 七百多噸的這個外銷 今年呢到現在已經八百多噸 我們目標至少要一千 至少啦 至少一千 那努力呢在 替我們國家做更多的外銷 好 那在這邊海照 再次的謝謝大家 那彰化優先 就是三張EQ 最好的品質的一個保證 也歡迎我們的農民 只要補合三張EQ來申請 那我們一起努力 把三張EQ的這個 彰化優先的品牌推出去 我們知道台灣的市場其實是不大 那我們農產品 如果要有比較好的價格 那個通路要把它打開 所以我們在十幾年前 就很積極的開作外銷 那現在主要的區域是在香港 新加坡 澳洲 那早期還有大陸的 早期還有大陸 還有美國 那最近就是以城市型的國家為主 主要是因為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剛才講 價格是不可以的 價格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們的品質跟品牌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往城市型的國家去推廣 就是做金品化的一個銷售策略 金品化 我們少量多樣 那固定的總 那價格都相對的比較高 但是銷量也相對的比較穩定 那我們的策略是利用我們的菇類 菇類是相對比較穩定 產銷比較固定 我們40%左右是菇類 然後其他的就是搭配每個季節的蔬菜水果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出櫃 那讓我們的外國的客戶 他每個禮拜都會買到最新鮮的東西 固定買得到 他也固定很新鮮 所以這條路就會一直不一樣 我們這樣的運作已經十幾年了 那像今年 我們因為大家知道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在今年結算起來 我們去年總共 大概一整年做了700多噸 那今年結算到8月 超過800噸 8月 當然還有4個月可以做 可是今年不過1000噸應該是沒問題 那也就是說 我們平常 這個把品質品牌做好 那搭配我們 縣政府這邊 其實每年都有幫我們出去做 促銷跟推廣 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是沒有出去的 是沒有出去的 但是因為之前推廣的功能 所以這個今年我們真的是 逆勢成長 來 健康公平 消化縣政府動作 動作 今天中間